北上广的美女都爱往一家童装店跑 把店里挤得水泄不通 让商家一年卖出12亿 这家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这个品牌一窄 紧 小微设计特点 只卖一个S码的服饰 短款背心 高腰阔腿裤搭配出的辣妹装迅速成为女装心潮流 女生们都通过穿她家的服饰来炫耀身材 自称BM女孩 如今社交平台极度发达 她家的实体店也配合顾客的需求 不仅店内店外装修时尚 连店员也都是好身材的帅哥美女 给顾客一个好逛且出片的购物体验 而且做过服装生意的都知道 这种一个尺码适合所有人的策略 可以极大的压缩成本 一方面 衣服的尺码越全 商家就要生产的越多 库存和资金压力也越大 做单一尺码就没有这些烦恼 另一方面 衣服越小越省不了 数量少时还不明显 打批量生产之下 在面料上能节省5%至10%的成本 这就相当于额外多出来的利润 这家品牌之所以能顶着匪夷在社交媒体刷屏 还接连开店 一年销售额突破12亿 原因就在于 他抓住了女孩们喜欢炫耀身材的心理 在广阔的服饰领域中 开辟出独立的戏份市场 即使有其他品牌模仿 短时间内也难以达到他的高度 所以说做生意就是这样 只要找到合适的商机 领先一步 就能步步领先 如果各位老板也想开拓商业思维 提高眼界 在竞争中抢占先机 建议